1961年 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小說《紅顏》 描繪了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 中共地下黨員江傑等人的遭遇 被中共視為其紅色經典 不過 歷史卻證實這是一部血血的謊言 不但江傑的故事有多處虛構 就連紅顏的作者之一羅廣斌 也在中共的文革中死亡 1967年2月中旬 一條消息從重慶傳向全國引發人們關注 長篇小說《紅顏》的作者之一羅廣斌自殺了 和其他同樣在文革中殞命的作家不同的是 羅廣斌和楊逸言共同創作的小說《紅顏》 曾被中共當作共產主義教科書大力宣傳 另外 羅廣斌的命運被認為非常典型 羅廣斌1924年出生在成都一個富有家庭 1940年讀中學時 遇到新南聯大地下黨組織負責人馬石圖 接受所謂的革命思想 1948年3月成為中共地下黨員 由於被投降國民黨的同伴曝光身份 9月10號 羅廣斌在成都家中被國民政府逮捕 這一年多的經歷後來成為羅廣斌的寫作素材 1958年底 在重慶市委的指示下 羅廣斌、楊逸言開始執行一項嚴肅的政治任務 創作長篇小說《紅顏》 小說以所謂的中美合作所集中營內 國民黨監獄的黑漢為主線 將渣子洞和白宮館描述成人間地獄 而羅廣斌成為集中營的幸存者 《紅顏》1961年12月出版 被當作紅色經典大理宣傳 重印98次 測數超過1000萬 由於小說強烈的渲染 直到今天仍有人把紅顏當作當時重慶 及四川地下黨的歷史紀實 忽略了其中有許多虛構的人物和情節 例如江姐在獄中被逐籤子釘手指的酷刑 近年來 連黨媒也承認是虛構的 按照黨的意圖去把這一段歷史做了很多渲染 做了很多虛假的內容的添加 然後被中共作為一個典型的傳人材料 到文革的時候還拍成了電影 羅廣斌雖然名聲大噪 但他越獄的經歷一直備受中共猜忌 他反反覆覆受到審查 儘管被認為基本沒有叛倒 但政治生活仍受到限制 而當時的羅廣斌可能並不知道 這是因為中共對待像他這樣的地下黨員 已經從見證前的隱蔽精幹、長期埋伏 積蓄力量以待時機十六次方針 變成了後十六次方針 而後十六次方針在文革開始後 被執行得更加凶狠 曾在四川長期從事地下黨的前中共中央 新南局辦公廳負責人張黎群 被打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 新南局宣傳部副部長馬什圖 四川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李亞群 著名作家沙廷等三人 被打成了四川的三家村 羅廣斌一方面感受到政治壓力 被迫寫出 在小說紅顏創作及電影改編中 與所謂黑線人物的關係 另一方面他又響應號召 成為了重慶有名的造反派 在造反派分裂為兩大派後 羅廣斌又因為歷史問題 成為格連會一派的攻擊目標 1967年2月5號 建功學院等紅衛兵 將羅廣斌從家中綁架並抄家關押 羅廣斌從被綁架到死亡只有六天 外壓他的人說羅廣斌是跳樓自殺 但他妻子一直表示懷疑 楊毅嚴等人逃到北京 試圖替羅廣斌翻案 但中央對此一直保持沉默 直到1968年3月 江青才明確表示 有人替羅廣斌翻案 我們根本不理他 此後更多的原四川地下黨人 被打成了叛徒、反革命、黑手 又有一大批人 因為所謂羅廣斌叛徒集團案遭到迫害